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模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之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同学大家早安 今天是母亲节 先敬祝天下的母亲 母亲节愉快 我们今天 是中论的观和和平 我们上一周已经把这个观行品 讲完了 和和平是在说什么呢 我们讲那个十二元启示流转 流转 或是说我们说极地的内容 就我们为什么会生死轮回呢 这个具体的过程它的关键是什么 那我们看那个无名原形形原事 对不对 事原名色 名色原六入对不对 六入原什么呢 六入原处 就是我们这一品要讲的 这个处在那个布派佛教里面 都认为它是一个客观的力量 它是什么 我们看那个佛教字典 它给我们就可以查这个处 处就是六合合生处 对不对 它是我们说明六入原处 那六入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五根加上六事 换句话说呢 它就是一个根层 五根嘛 五层 它合合会生这个四 对不对 然后 根层合合生四呢 这三个 又有一个处 那处 以处为一呢 就有 这个感觉啊 情感 还有意识的思想 还有行动 意识的行为 所以这个处呢 它有一个 合合这三者的作用 而且能为我们说更后面更复杂的认识过程的所依啊 所以这个处呢 我们说深处有没有 它就有什么 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什么 坚持 不是坚持冷冻 那个什么 会痒啊 会热啊 会觉得那个冷热 这些是深处嘛 所以它这个处呢 是有 很直接的那一种 我们说感官的认识 感官的那种认识 就是这个处 就是这个处 六身处 六身就是 六处身 就是每一种感受其实都有处 那在部派佛教都认为它是一个真实客观的 我们可以讲就是一个认识的基础 那它的功能就是这个合合 所以这一篇讲合合就认为说 这种合合的过程或是真实性是有的 就是它是自然界的一种客观定律 特别我们佛教谈到它就是特别 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 我们会讲啊 我们的情质作用 我们因为这个受想师会产生这个贪嗔痴 对不对 因为可疑的境界我们会生起贪 那各位觉得可能贪比较负面 其实它贪就是一个能够令我们增长 能令我们愉快的东西 这些东西我们都会贪酌 对不对 那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些给我们的感受是客观的嘛 境界给我们的感受是客观的 我们喜欢柔软啊 丝滑的触感 我们不会喜欢那一种坚涩啊 冰冷的触感 对不对 我们会在我们的世界观里面这是天性吧 就我们不用把贪欲想象成就是酒色财气啊 其实佛教讲的这个贪欲是一个 它能够长养我们生命的基础的东西 只是程度上我们会把这个贪想象成这个不好的酒色财气 其实它是一个通则啊 我们讲的那个贪嗔痴其实更宽 更宽 比如说我们有那个心理学家做一个不好的实验 他把那个恒河猴有没有 出生就把他丑母猴身边带就是带开 然后就给他一个机器猴妈妈 那个猴妈妈是冰冷的 只有猴子的形体 然后不会对那个猴子有安慰的行动 结果那个猴子长大以后呢 就异常的退缩 整个成长都比那个正常的猴子 就是吃饭很多 那你看看那个 我们说我们人的生命是这个六情 你要月异的猝死 我们的那个 我们不是要几个死吗 我们需要断死 需要四死 还月异猝死 这些就是掌揚我们生命 这些都是正常的 但是这个贪欲 就是因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 受到这些月异猝死 那在这样的境界里面 我们就容易产生贪着 而且这个贪着会越来越强烈 强烈到就是超过那种合理的程度 那只要如果我们有这种贪欲的话 那么只要是违逆这种情况 那我们的反弹就会异常的大 那就是撑心就会升起 这在我们成长过程 本来是一个经验 那但后面它就会变无限的扩大 到自己就变成一个轮回的生死的动力 特别是我们为了这些活得比较好 对不对 抢人家的就变理所当然 那这个都是根源于处 处缘爱 这个爱就是针对我们 对这个生命的渴求 这个爱 然后就会产生曲 爱生了以后就变成一种曲 这个曲是一种执着的 贪着的力量 那显然是爱 爱可能有一部分是合理的 然后到了曲呢 那就完全是一个自私的动机 就是它会凌驾一切 然后再来就是游 就是我们为了这个曲会造作 造作很多罪过的事 就会曲三游 但这个曲也不一定说是坐见犯格 总之我们依着我们自己的人生观 就会曲向三游 这个曲就会通向三游 这个欲 色界无色界 这个攀的东西不一样 但是我们会 有这些曲着的行动 就是尽量的让自己的生命更高贵 更美好 那这种力量推向三游 让轮回不喜 因为有生必有死 只是我们这个人再讲回来 因为有老病的过程 他们容易洞悉这个生命轮回的幻象 带给我们的苦难 如果我们是天人 那就五衰上前可能就是往生前的几天吧 那虽然经典说这个天人的痛苦会胜过我们人间 因为你要从个富翁变成一个乞丐 这是很难接受的事 但是我们人状况会好一点就是 我们说解脱啦 是因为老病的这个过程 可能比别的众生更长一点 就是我们疾病多思维嘛 绝非长存者 但是天不会 天这么一辈子这么长的时间 他没有老相 只有快死的那时候 他有五衰向前 就是头上的花会尾掉 身体有味道的这样 就对多这样而已啊 那因为他知道他要投身的地方 所以他会异常的痛苦 但是我们人不病 我们老病的这个时间 就有一个故事吧 就是这个应该是在法院株林里面 就有一个人死了去跟阎王抗议 那阎王说我没有 我有警告过你啊 他说没有啊 你什么时候来警告过我 他说当你头发白的时候 头这个牙齿摇的时候 当你腿脚不行的时候 就是阎王一直在给你发通知信啊 就是你不能说我突然来说你的命 我一直在跟你发消息 难道你都没有 没有不知不觉吗 这个就告诉我们 我们人有特殊的地位 就是苦多乐少 所以这个解脱才变成 人心神向往 这个天人很难的 其他道 这个畜生道太愚痴 恶鬼道太艰苦 那地狱更不用讲了 唯有人是最适合的 我们能够有这个智慧力 来思考人生是怎么一回事 也是因为苦 还有这是因为苦呢 我们需要跟这个环境做抗争 所以要发展我们的智慧 这个都是人的优势 那我们寻思一下 整个轮回的结构 不就是这个处开始的吗 如果我们视它为一种客观的力量 对不对 那我们自私一点 那不就是合理的吗 每个人贪生怕死 不就是合理的吗 但我说这个合理也不见得说 我们就没有一个好的世界 既然这个是合理的 那我们就学羊猪嘛 就是拔一毛能立天下 我也不为啊 这就是最好的世界 如果这个处啊 这个力量是客观的 那我们也可以学习羊猪 我们说那个战国时代 那个百家争鸣 谁的学说是骗天下呢 羊猪之学 那羊猪说了什么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奉行的 保护个人财产 就是不被国家 或是任何公权力所侵犯 因为拔一毛立天下不为 它的意思就是 政府的责任在于 保护每一个人的私利 那就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就是我们现在的世界 这是从洛克 洛克的那个政治哲学来的 我们现在奉行的就是这样的主意 那这样的世界好吗 你认为 他至少他没有办法对平复差距有什么作为 就是因为有这个框架在 但是现在慢慢这个信念好像也被美国不要了 因为他没收了阿富汗的这个国家资产 现在又想要冻结 又想要转移俄国的国家资产 这个题外话 好 这个都是从这个六元出来的 好 那我们看这个论本 就是我们那个讲义 是270页 好 这个和和 讲的就是我们看观行品 观行品 再来就是和和 这个都是阿比达摩的次第 那他就是在讲六根取境和和生世 根静生世三者和和生处这个过程 所以这个过程是真实的 就在这个和和 和和这个客观的定律 就是事物法跟法之间 有没有这种和和的历程 我们可以这样想象 我们现在讲化学对不对 他都是在讲和和的历程 那这个和和被那个分子 我们讲分子生物学 或是分子化学 这些就他又可以被还原成 这个粒子跟粒子之间的结合作用 那这个结合又有什么量子的粒 就是他们这个有这个量子 就是分子之间的结合 会被解说成是那种 这个电子还有什么中子之间的关系吧 他们会有那个供价 就是原子跟原子之间有一种结合的力量 就是会被还原成这种类似像那个量子力学 这些都是一个假设的模型 那到底就是说真实的事物 不管是物理的 或者是我们讲这些身心复杂的认识过程 有没有一种客观的定律叫和和 他现在是在思考这件事 到底什么叫化和 那在中论的其他品也有相关的 会牵扯到和和的地层 比如说染跟染者品 他是在讲我跟法之间的关系 就我们会认为染污跟染污者 被染污者是我 对不对 或是能其染的叫我 他发起这个探秤词这个叫染 对不对 那有没有这样的过程 这个我们在染跟染者品已经探讨过了 那现在和和谈的是更广阔的 就是法之间有没有和和的这种可能 就是逻辑论证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 那下面271 这边是在讲这个处的角色 这个跟近似三合而生处 因处而生起感情想象跟意志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感情 就是感觉 他跟感官的知觉比较有关系 那这个想其实就是一个命名的过程 就是我们赋予他概念 赋予他意义 赋予他价值 价值是意志上 就是我们对他产生一种 意识形态的价值 他就变成一种意志 就我们会可以想一下 就是为什么这些车子 越名牌就越人要买 就已经超过他实在的价值 其实我们买的只是一种虚荣 就是这些奢侈品 就是虚荣 就是从基本的 基本合理的需要 是掌养你生命的 然后变成一种概念化之后 他就变成一种意识形态 一种价值观 就是现在的商品很会利用 我们的受想师的历程 但他都是从处来 如果和和是实在的 那么后面的这些 我们说高级的认识作用 就有某种的合理性 就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整个十二元起之 生死流转的关键 其实就在这个六入元处的这个过产 就是我们在 我们说那个 修这个小子官不是有立元 立元对质修子官嘛 就是我们在六根门头去修 讲的就是这样 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握六入元处 那在部派佛教或是小乘佛教 认为是关键知道吗 所以在那个部派佛教 有什么 庚律仪 庚律仪是在戒律仪的前面 就我们在六根对六成的时候 那么就要在这个门上去修 就是修什么厌气祥 无常祥 无我祥 为什么呢 因为处就是一个关键 那可见就是这个力量都是 我们说有处这个力量是根据有法之间 法与法之间有和和性这个原则来的 那么龙树就对这种和和提出他的观点 如果和和这个这个这个是不可能的 我们讲和和性是一个语言 是我们说是一个语言建构起来的观念 那我们就可以在世俗上去承认他 去就是我们描述世界的方式而已 那就可以被接受 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他不是假名的 是实在的 这种和和 这种促 那么龙树是针对这种执实的观点去谈 什么叫和和 什么叫促 是对这种执见提出他的观点 这样 所以我们会看起来好像龙树否认有促 对不对 但是不是 促是有 但是他是一个假名所成啊 一切法的和和都是假名所成 我们说假名其实他就是一个语言规则建构起来的 你要说幻象也好或是现象也好 那我们说他是一个源起 那我们说他是一个源起 指的就是他是语言所建构起来描述世界 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那就是龙树要表达的就是这叫正式俗 就是这样子 在布派佛教里面的和和是这样的角色 那在印度的圣论师讲了六句意 里面就有和和举 里面就有和和举 这个六句意 我们在这个注释里面有 讲的是 讲的是 在注释哪里啊 圣论师的六句意 注释十一啦 俱舍论计里面六句意就是实得业有同意跟和和 就是什么叫句意呢 就是这个印度人的那个 印度人的名字就是古印度哲学的名相 其实也很有意义啊 这个句就是语言啊 然后意呢 这个意在梵文里面叫阿塔 他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所 就是世所缘的这些对象都是实在的 所以叫做意 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为根的对象 然后也可以认为是实在的东西 所以他有很多的意思 那么 最白话来讲 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 是一个实在的世界 那个句呢 就是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概念 句意就是说 我们的概念对应到真实的世界 那么有六个 是实在的范畴 是我们意识 就是概念世界跟 我们所对象 具体实在的世界 是互相对应的 是有这六个方面是实在的 在我们的概念当中 因为对应到外在具体实在的世界 有这六个范畴是互相对应的 所以他们是真实的存在 就是这六个 实就是实体 每一个法都有它的实体 德就是它的特征 业是它的作用 那么有就是指 这些法后面这三个都是那个 我们可以讲前面三个是书相 后面这三个是共相 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是有 这个有是存在的 他们都存在 存在这个B动词 就是在语言里面它是B动词 存在是什么 存在就是它在那里 存在是一个法共有的特征 这个特征叫存在 这个存在有人认为它不是卫实 因为它根本不表达什么 但是在古典的这个论诗 他们认为存在就是一种共相 所有事物他们都有共通的共相 第一个共通的共相就是他们都存在 这样 然后第五个就是同意 第六个就是和合 同意就是 事物跟事物之间要嘛相同 要嘛相依 就是他有共同性 这个共同性是你说被抽象出来的也好 但在这个圣论师认为它是一个范畴 就是这种共同性是真实的 还有这种差别性也是真实的 都是跟着这些法体存在的东西 再来就是和合 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和合 事物跟事物能够化合 它能够生起一种叫和合的作用 那我们也搞不清楚和合是说 两个东西变一个东西叫和合呢 还是两个东西产生一种和合的作用 这个不清楚 但是这个多个事物共同的合作 这个可以叫和合 至于他们在和合里面是变成一个呢 还是各自独立 这我们也不晓得 是像那个分子一样 他是共享电子的轨道吗 还是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这就是模型知道吗 好这个叫和合 好那就开始 我们讲的和合在布派佛教讲的是六根 我们说五根对五成的这个 然后这个意识摄入的这种认识的作用 那我们先以这个看见这个为例 我们看第一领 我们看第一领 见可见见者 是三个义方 如是三法义 中无有何时 这个开宗明义就告诉你 龙树认为这个 只要是法与法相义 这三个相义在各自在各自的地方 各自有各自的处所 这三个在相义的处所 就不可能有和合的时候 好接下来呢 然于可染 然者亦复然 亦入诸烦恼 亦复 皆亦复如是 这三个相义 各 我们看这个应顺法治的解释 273页 最后倒数第二行 总之啊 说他有实在的自己 别别的存在 彼此之间就不能够说有贯通的作用 和和的可能性也就没有 这种贯通的作用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一个法是具体的实在 你就像那个分子一样 顶多你说他们是堆叠在一起 那因为有这个 一种 我们说原子跟原子之间 那个电 正电子跟负电子这种 我们说类似像磁力的东西 把他们拴在一起 或是你说像万有引力一样的 让他们靠在一起 不然他有什么力量 会在一起呢 而且你说的在一起 是他们无限的接近吧 或者是一种堆叠的 他不会有这种贯通的作用 你知道吗 你就连那种分子生物学 讲的那种东西 就是他们是一个分子结构 他都不是一个贯通的作用 顶多我们说他性质不一样 是他们结合的形式 有没有 你说他们那个分子之间的结构 是依靠这种他们说的力学 那么他们结合的形式不一样 就会变成不一样的东西 那我们就讲过 在月称论师观察这个我运跟我之间 就有一个积聚跟形式 有没有 你说聚集聚集起来不一样 但是不一样 让他们不一样的是形式 这个就很有趣 形式不同就是不同的东西 那这个形式可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 我们说那个碳 碳原子的排列 就是现在搞的那个碳纤维异常的坚固 就是他们排列成六角形 或者是什么 这个是材料结构用的理论 就我们说这些物理学都会后来变成真理 就是这样 我们会认为这些特性都来自于形式 在哲学上是这么说 那形式不就是一个石油的东西 否则他们怎么能够决定特征 事物的特征 形式不一样 它的硬力的强度就不一样 这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 但是他们都不是讲的是这种贯通的作用 但是和和呢 却是讲的是一种贯通的作用 那我们怎么看 我们看这个布派佛教怎么想像这个和和 后面就会讲 具体的讲 前面先讲这个空中的立场 我们看这个274页 这边就解释第二受了 这个见可见见者 如果是真的有这三个法 他们组织起来 就是看见 就是跟成敬 跟成是和和深处 如果是真的有 那我你这三个各自在一方 那怎么会有和和的作用呢 这个是龙树的观点 他不只是见可见见者 你在一切的认识作用 像染可染跟染者 还有鱼就是耳鼻舌生意 其他的五入 五跟着五成这五者 他们也不会有和和的作用 那如果没有这种醋 就根据这种醋生的这个贪嗔痴 这些烦恼 有就不能够依着和和的作用而成立 这样理解嘛 因为我们讲这十二元启枝啊 在布派佛教都认为 他是一个真实客观的力量 所以这个贪嗔痴也是实在的 那这种实在就需要特殊的力量去瓦解他 对不对 所以布派的涅槃观 就是把整个体系给破坏掉 就像我们把一个运作很好的机器啊 把它一个螺丝拆掉 对不对 那整个机器就停摆了 那我们这样子来思考 流转跟缓灭 这种缓灭就是一切的止息啊 我们说烦恼的止息 也就等同于生命的止息 所以这个友部啊 友部认为我们把这个机器拆分掉 那个无为法就自己体现出来 这种有为纷乱之法 对不对 完全静止下来 那么无为的涅槃就自 真理就自然的显现 但是我跟各位讲 这种实有的涅槃观 是没有友情的成分在里面 因为友情的这个 我们说六路原处完全就停摆 因为无明灭则行灭则灭 他们灭是真正的没有东西知道吗 我们可以讲那个激进的法体就在那 但是他们不在作用 因为没有爱取友的滋润 整个机器就停摆了 这个是友部流转跟环面 经部也差不多 经部认为涅槃不是实在的 但什么叫涅槃呢 就是整个心事的止息 无于涅槃指的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的涅槃都有灰身灭智的味道 尽管他们不会承认 因为他们会讲 那个涅槃 你不能说有不能说 这十四无忌就讲了 但是他们的这个流转跟环面的架构 看起来就是一个灰身灭智的结果 那你说灰身灭智好不好 就我问你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赞成安乐死呢 那么可能就会涉及到你对一个人死后 或有些哲学家认为这个问题是伪问题 是因为死了就没有 那没有就没有所谓没有以后是什么 没有就应该是一个中止线 就禁止所有的讨论对不对 那你还说死后有或没有 他认为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对 那这哲学家会这么说 他就认为我们的思考是不够明确的 因为我们在里面打混账 什么叫死后是怎么样 你怎么面对你怎么看待死亡 因为从死亡那一点之后就没有了 没有就不再有任何的话题可以被讨论 那其实有点灰身 也是一种灰身灭智 那我们讲那个灰身灭智也是我们的欲望之一 这个是被弗洛伊德所讲 因为我们他认为我们有生的渴望 这个生的渴望我们可以理解成三有 但是我跟各位讲 印度的外道有一种叫无有爱 无有爱 有的人会这么讲 就是我们把这个生命整个关掉 整个关闭 就无有什么都没有 他喜欢这样子 因为他觉得生命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有这样的外道 那佛教会不会倾向这样呢 我跟各位讲 部派的经部跟有部为代表 他们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 这是我的观点 因为你讨论起来那种涅槃 我这个也不是我的观点 就是我们在大乘的论师里面都会谈到 部派佛教的涅槃就是一个灰身灭制的涅槃 那么暗示了涅槃之后是没有生命的 尽管他们没有公开承认 但你的架构看起来就是这样 这是有道理的 你想我们把爱曲友取消以后是换的什么呢 就是涅槃自身的显现 涅槃是一个普遍的实在的无为法 我们不能说他存在在哪 但是我们说涅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的法 无为法 这是一个我们会在观涅槃品会 会专门来谈涅槃 涅槃到底是什么东西 金布认为它是一个假名的 是烦恼熄灭 或是说我们整个流转 静止下来那个状态 就叫涅槃 这个就是假有的涅槃 但是那个我们说有不不认为 有不认为涅槃是一种真理 我们可以把它等同像维世家讲的真如 懂吗 就一切法都有真如 不是说他记住在一切法上 而是他是一个普遍共通的原则 他是实有的 就我们认为实在 可能他具有藏恒柱不便宜 这个就叫真实有 真实有不只是具体的事物 具体的事物是靠五根去认识的 但是有一种法 他不是靠五根去掌握的 而是靠理智去把握的 那通常他都是一些抽象的原则 但是我们现在受了科学 经验主义的影响 我们都会认为五根把握的东西才是真的 但是古典不认为 他是认为我们说六四 前五四去认识的 是实在的没有错 但是有一种东西是看不到摸不到 但可以透过理智去把握的 比如说逻辑的这些原则 他们都认为是实在的 那真如也是那种东西 他是被圣志所把握 他是真实的普遍真理 我们说最高的真理也可以这样讲 那这种东西是存在的 他一直存在在哪 因为他是无违法 你说无自由的 但我们不认识他 我们的理智把握不到他 那我们说我们能够解脱 就是我们的理智把握到他 对不对 那我们说把握到他 像那个布派说的折灭无为 就是我们经过思考折灭 灭除烦恼以后 能够用能够把握住他 那把握住他 你就是有余依的涅槃 对不对 那么等到你生命消逝 轮回不再 轮回不再的时候 无为的涅槃 就是独自显现 你还能说什么呢 无依涅槃 看起来就是你的整个生命的过程 就仔细下来 不再轮回 那时候有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讲 就是五位七十五法的法体 因为他是三四横存的 问题是他没有爱取有的作用 让他继续滚动下去 所以我们可以讲无名灭这行灭 行灭这四灭 那么他说的灭就是整个生命过程 不再展开 你不能说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问题是他不再运作 然后涅槃当然就 显现 他从来都在那 对不对 也没有说什么不显现的问题 但你可以讲 他的整个 你也很难讲 那时候有什么认识作用 对无依涅槃 不谈那些 你讲的那些都是 有余依或者是生命存在的时候的特征 那么无依涅槃究竟是什么 他不讲存在 也不讲不存在 也不讲那个四句都不对 这是佛陀在十四五季都说过 但我们看整个有部的那个观点 就是你的整个生命不再展现 但我这样讲有人会批评说 那你就是讲涅槃后是有 对 我们很难想象说什么叫做 世边不早的无依涅槃 这是佛陀也遮止我们去想象 不过在大乘的观点里面 他认识到的涅槃 就跟我们后面二十四品会在讲 生死跟涅槃是不二的 那在说什么呢 其实涅槃不是一个什么客观的真理 我们大乘比较赞成是 他是一个烦恼的止息 因为他是一个涅槃的原意 那至于烦恼是什么 有分量见烦恼跟爱烦恼 那么见烦恼就跟我六十二见有关 六十二见就牵扯到那个轮回跟 那个涅槃得到的那个主体是什么 等你搞清楚 那个无我是什么意涵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那个涅槃之后是有是无 是一个微问题 就是我们藉由取消问题的方式 来回应这个问题 人的生跟死都有共同的结构 就是生死的主体是谁 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是说 我说有 有东西在生死或没有东西在生死 这个是我们下一篇要讲 就是我们都是用有跟无在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呢世界并不是如名言所全的那般的 如果我们把语言误认作 它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 它会造成一种矛盾的结果 就是我们很难回答这些问题 它的原因在于我们提问的方式是错的 为什么我们会提这种错的问题 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语言 语言本身的本质 我们用佛教的语言来说 这些语言表达的不是法 不是真实的事物 语言所遵循的规则叫缘体 它是一个没有自信 但是去观戴因缘的贾力的 语言表达的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 因为这世界没有自信 所以我们的表达方式就是世界自身 我们不认识这一点 会受语言的诱惑 当我说我的时候 我就要问它的开始跟结束 就是我说这个流转是怎么来的 人死以后到哪里去 这是在佛教认为它是一个伪问题 是因为我们错误的运用我这个词 这样理解吗 就我们讲到涅槃会再说到它 好 那么轮回的开始 或是我们痛苦的源头 就是这个处 有这个处才会有诛烦恼 对不对 现在告诉你 我们都知道 中观的立场是认为生死如画 对不对 现在部派跟你讲 这个生死之苦是真实的 这是他们的立场 那佛教 刚刚你讲的那个心经 那个照见五蕴皆空 就是告诉你 烦恼之前是不是有烦恼的主体 这些主体都是必尽空极的 这个就是涅槃 这样理解吗 你理解了生命现象的究竟是必尽空的 这里就是解脱 这种认识就是解脱 然后这种认识并不离开具体的生命现象 就是我们讲的生死即涅槃之下 它是不理的 所以你认为有一种抽象的世界 这个世界 那个世界是所有东西都止息 跟你这种分乱变动苦难 苦空无常无我的动乱相 相反的那个激净的 常乐我净的那个世界 你认为解脱的世界 跟这个具体现象的世界是分开的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 这是大乘要表达的 所以我们说生死跟涅槃相继 或是什么烦恼及菩提 想要表达的是大乘的涅槃观是这样 什么叫解脱 就是你认识的这些问题的本质 是伪的 它是一个幻象 我们洞悉幻象的本身是幻象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解脱 你认为是这样吗 那部派认为我要把这个幻象给 让他不生起 让他消失 这个叫解脱 那是不一样的吧 对不对 所以 大乘的精神 并没有离开现象的世界 这样你们能同意吗 那我问一下 那大乘说这个生命 永远都是离不害元起的 对 中官都说离不害元起的 既然离不害元起 那这个生死 这个永远是应该是同时存在的 永远都是元起的 永远是我们下一品要讲的 那什么叫元起 你要解释一下 中官认为的元起是信空的 信空的假名 假名就是失色 假名是一种实践 我们姑且说假名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 假名是我们失色 我们真实的实践 去安利的 我们的实践 构成了我们对世间的想象 这个 我们这个过程叫假名 真实 就是假名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失色 是因为信空 我们失色出来的东西都没有本质 或者说 根本没有什么本质在那里 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存在在那里 所以我们是这样失色 这个过程叫元起 但是 部派认为的元起是什么呢 部派认为是 元起是根据 存在的元素 比如说五位七十五法 这些存在的东西 还有存在的自然率 世界是根据这些自然率 还有存在之物在运行的 他们运行起来的 这个流转的过程叫元起 或者我们把一个零件拆掉以后 叫环灭 有没有 这个也是元起 都是遵循一种自然率 所以元起的解释不同 知道吗 那他们说的解脱当然就不一样 大乘的解脱 照见五蕴皆空 洞悉幻象 洞悉假明的本质 这个就叫解脱 所以解脱没有离开现象 知道吗 虽然我说照见五蕴皆空 没有离开那些幻象 认识到五蕴 五蕴是假明 本性是空极的 是这样叫解脱 五味七十五法的解脱是什么呢 无明灭则行灭 行灭则灭 你能动的就是爱取 所以你就要限制自己的欲望 就是要割爱持亲 就是要出家 对不对 要受戒 要过那个淡薄的生活 灭掉爱去 可是这个虽然是假明 我们在种种解脱的时候 没有办法 离开这个明年来解脱 蛤 你想要说什么 是不是 他都是在这个假明之中来说 你要问 你要问的是谁的立场 比如说 我说 都有立场 对对对 不是不是 那个 不派的 这不是假明 我们甚至可以讲他就是巨异 我的概念 五味七十五法是言说的这些概念 他有对应 世界是真实有这些东西 有色受想行事 有有违法有无违法 我的概念捕捉到真实 这些都是巨异知道吗 圣论说六个 我们说的五味七十五法 圆起信空是真实的 蛤 有部是不是说这个圆起信空是真实的 有部不会承认圆起信空 所以 你要有点佛教使的概念 有部是不是承认五运啊 蛤 承认五运啊 五运啊 五运是真实有的啊 他 诶 这边为什么是诗的 那个五运啊 对部派来讲是伐有我无嘛 这些五运是真实有的 然后只是他没有合合起来一个 长痕住不编译的我 有主宰性的我 我们会在五运上去误认有一个统一主宰的我 这个是错误的 所以 我们说那个 针对我取的爱取要被消灭 知道吗 然后租元素 元素就是元素嘛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爱取 当然爱取是烦恼啦 他们是互相作用起来的 你只要把这些 把这些取消 对不对 那么还原成他 就他不会在作用 他不会互相在作用 因为有爱取就是推动那十二元起之的力量 对不对 你把爱取取消了 这整个 这整个机器 这整个流水线的生产就 就被停摆了 那原理信封不是小 不是有故 是大盛所说的 是所有 所说的 所成立的就是元素 是大盛 当然啊 我们现在在讲的地位 就是你 现在中论的27品 你要知道 龙树要对话的对象 龙树要对话的对象 就是讲这套理论的 布派学者 布派学者他把这个醋啊 醋的作用就是 醋就是因为有和和 所以我会说有醋 这一支啊 这个都是实在的知道吗 我们可以说 醋的作用就是和和 或是说有和和 我们说有醋 那么醋是受享师所依啊 所以他的地位 就是一个很关键 就是我们 溜入之后有醋 醋以后 有贪嗔痴 这个是布派认为是一个客观的 我们说我们是货业苦 这个货业苦是真实有的 苦是我们的果报体 对不对 他都认为是真实有的 龙树要告诉我们 如果这个苦是真实的 对不对 那也就没有什么解脱可以讲 甚至 这个结构并不能来解释我们的事件 我们找出这些矛盾 是为什么呢 因为布派的学说 体现了大乘的烦恼 就是中观认为的无名 是 直实啊 在法上 直持有自信 在我 在我这一法 有这个 撒迦也见 这是轮回的根本 如果你有法治 你就一定有我之 你就一定有我之 这个是月 月称吧 月称 在那个广论里面有引用的 就是月称的说法 他说 哪里有法治 哪里就有我之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布派的这个理论 并没有办法 真正解脱 连小秤国都不行 所以在月称论师 他认为 就阿罗汉本身 他都一定不会有法治 虽然他的 他的修道的历程 没有广泛的去说法空 但是如果你有法治 是一定不能正入无我 这是月称的叛教 所以我们在观法评里面 会再看到这个问题 那我要问 不管布派或大神 都是从世教 文世教文国所说的 这个法是 文世教文国所说的法 对不对 你要问什么 对 既然这个法 都是渊源于世教文国 对不对 那你如何说 布派所闻的法 是不究竟的 或者是 我跟你讲 就你要有点佛教史的概念 我们最早送的送 就是最早 相当于加设尊者送的是 雜阿罕 那么后来到阿育王集结 就有四阿罕 那么在佛教的历史 这个集结不断的发生 什么五百集结 七百集结 有的时候离佛后很久了 甚至布派 你看到有部的这一套思想 是佛灭后 就是佛灭后百年间发展起来 一直到 大乘出现是佛灭五百年 这个布派都不断的发展 所以 我们只能够说 我们看到很多 全是佛说的传统 不停的在发展 布派是 布派是一个支派 大乘也是一个支派 每个支派都是针对佛说的诠释 我们只看到很多诠释的传统 没有一个说 你是人说的 我是秉承佛说 每个人都说他秉承佛说 但是他们诠释的很不一样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些诠释里面 去找到一个最合理的 因为我们会认为佛说一定最圆满 那你们谁说的圆满 我们就会承认 那个是佛说 这样理解吗 那我们历史是这样的赤离结局 结局 那个小乘说大乘非佛说 可是在大乘这个结局经典的时候 大乘中的人也说大乘不是佛说 你讲的其实都不是我们课堂的问题 但是你讲的也对 因为那个大乘庄严经论 或是社大乘论 那个是公元大概三四世纪的作品 他们都要强调自己是佛说 我相信他在汉地不是一个问题 他在近代 比如说我们这个佛教门打开了 国际交流多了 我们会看到不同形式的佛教徒 这个问题就会再出现 西藏也有人说密教不是佛说 然后南传说大乘都不是佛说 对不对 这个问题好像又回来了 但是我不认为那是一个真实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文献当中 只看到很多我刚刚讲的不同对佛说的诠释 而且他们很可能跟大乘庄严经论讲的一样 他用十个理由去成立大乘是佛说 你如果对这样的问题有问题 你应该去读一读这些经典 他就有一个 就说同行固 他说大乘庄严信论说同行固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大乘跟小乘是同时流行的 没有说什么500年以后这样 他在说的是什么 我们说大乘一定有一个潜流 只是那时候没有用大乘的名词 现在的学者都在找大乘跟哪个部派是有关的 因为现在有一种假设 说大乘是从部派佛教发展出来的 但是我跟你讲这种说法不是没有根据 比如说我们说小乘的人他很早就意识到 佛陀说自己本身这些故事本身故事都很早 你知道 部派佛教时代就已经开始在结集佛的本身故事 这个故事就不断的被传出 那后来的人集结的多了以后我们会讲 因为这跟印度的传统有关 就我们说大事就是光辉的历史 这个在那个古典的奥义书 森林书 那个都在讲光辉的历史知道吗 在讲那个神的光辉的历史 那这是一个传统文化 所以佛教本身有自己光辉的历史 那佛的光辉的历史就是结集成那个本身故事 我们说往事书 它是一个奥义书的体系知道吗 它比佛教还要更古早 它是一个古印度思想的一个传统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 佛教徒也在整理自己的 那个佛的 就是佛的子孙血脉的光荣历史 所以你就会看到佛的本身故事 被结集出来 然后我们去对比一下佛在过去是做的事情 好像跟他教导弟子做的事情不一样 这个很早佛教徒都有这种想法 那时候还没有大乘 后来呢 我们就会认为佛的弟子成就的果位跟佛不一样 因为没有一个弟子是像佛那样 然后我们就大乘是一个酝酿 当我们思考佛是什么的时候 就越来越多的说法被传出来 所以我们会讲 那个佛教自己的弟子修三十七道平 但是佛在印度做的是六度 不一样 那么后面的大乘就认为 他们是要跟随佛因地的修行 那个是更广大的乘 对不对 然后又结合这个佛 这个佛那一世教导弟子做的这些 这些叫僧文 就不一样 不一样 但是大乘是能够包容小乘的 小乘不能包容大乘 所以说大乘法呢 是包含小乘的内容 这样理解嘛 我们不多说啦 这个好 我们看到这个文本 好 余入诸凡 我们看第三颂 好 异法当有何 这个 见等无有异 异相不成故 见等云何何 非但可见等 异相不可得 所有一切法 皆无有异相 隆树呢 说没有何何的理由 在这边就说明了 他 隆树的理由是 因为 法的异相 不能成立 因为异法才有何何 对不对 但是呢 他说见等无有异 异相不成故 见等云何何 他是用这样来破 何何这件事 那为什么他说异相不成 这里应顺法师解释的理由 就论主破这个地方 有看到吗 就是各个别异 应该有他的别异相 问题这些别异相是不能成立的 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见所见等一切法是缘其法 有相依不离的关系 所以无有自信的别异相 异相不可得 下面会说理由 现在就先立一个成立的理由 就是合合不成是因为异相不可得 那么异相不可得等一下会解释 我们说缘其法是相待 是应待而成 就像这个长跟短的关系 长不自长 待短故长 因为不自长 所以说他不长 对不对 那么这个异也是一样 异相所以成立呢 是待他 待别异的那个异 别异的法 而有异相 所以这个异相是待他而成的 这个异相就不自异啊 不是自己决定的 我们说异相是什么 你们 我们学习那个 那个什么 我们去定义一个东西 对不对 是根据这个东西的 特性 对不对 一个法 或是事物啦 一个法 是一个法 是因为为什么呢 他有 别异于别的东西的 相貌 就是书相或是异相 对不对 我们说地有坚性嘛 火是热性 我们都会认为 这些书相 或是这些异相 是自己带的 就是这个书相 这个异相 是这个法自己带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 异相能够自己 自成啊 现在告诉你 事物跟事物之间 有相依不离的关系 是因为 这些异相是带他 不是自成的 是带他 这个他就是别的东西嘛 另一个相依的东西 另一个相依的东西 他才能够有这个异相 所以这个法呢 是 这个异相是缘起的 对不对 是因为 他是带他的 所以这个法呢 也是缘起之法 缘起之法 缘起之法 就不是孤立的 他是跟其他的事物是相依不离 这样理解吗 龙树提的理由是这样 所以每一法都是 不能够说 有决定的异相 这个异相不是自成的 就不是决定 因为他带他嘛 所以他不自成也不是决定的 这个就叫缘起 知道吗 那我们这个大乘就直接说 更干脆讲 这个带他的 不自成不决定的 叫缘起的东西 是一个假施舍的过程 他都有这个概念 都是概念施舍的 那这个长短 他也是带他缘起的 所以这个法呢 就是如幻如画 那他也是异相 他一定不是异相的长短 什么叫异相 那你不想说 这个 我们讲 我跟你讲 好 我们 你这样问我就 我们就讲那个具体的东西 这个太抽象了是吗 我们讲一个法 他叫长 他是不是戴一个长的相貌 问题是这个长的相貌是戴短 他要戴短 才能成立这个长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长是不自长 简称叫不长 这个不长 这个不长的意思就是说 他不是自己成立的 因为是带他的 这个短 带短嘛 这个就是带他 所以这个长是缘起的 因为他是带他的 对不对 是缘起的 所以不自长 叫或是说叫不长 都是因为他是缘起 都是带他的 理解吗 对啊 持有就彼有 对不对 此生就彼生 所以长 我当然知道 有长的东西 长在我们日常生活 可以被运用 对不对 你长高一点 你可能在 那个异性上 就比较受欢迎嘛 这不会是虚假的 不会是虚假 没有作用的 但是我们说他是缘起的 带他的 那什么意思呢 他就不会是制成的 这个 这个叫制成啦 这个叫决定啦 他就没有这种特性喔 你等待的东西 这叫条件 你带的东西不一样 他就不一样了 所以他没有决定性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法 他就是如幻的 那这个制成是依他代他 当然啊 对啊 那因为依他代他 所以说是如幻的 对 因为不决定 所以是如幻的嘛 就是说自己 不决定是代他的嘛 那么这个过程叫缘起 或我们说大乘 就说他是假名 这个是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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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的是 他的特征 他的意象 是代他的 是不制成不决定的 这个意象 就是常 这个法 为什么说他是常 这是一个名言嘛 这个名言是根据他 代他而有的 概念之间都是这样 那么 这只是举一个常 这个概念的例子 那么所有的事物 其实都是如此 知道吗 这是一个关西的幻王 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关西的幻王 我们在关西中的节点 去施设这个法 也是这个世界也是根据这些法 进行描述的 知道吗 他是关西幻王所成 但是关西呢 也是靠这些法在描述的 他就是一个如幻的事件 是一个假名所成的事件 我跟各位说过很多遍 这个中观的学说是很难信结的 也是为什么会有大乘后期的思想 都要说有 因为说这样跟相对主义 跟虚无主义 只有一限之隔 那么在大乘的晚期 视之为危险的思想 在龙述说那是不善捉毒蛇 不善咒术不善捉毒蛇 你就容易变二举空 这是龙述思想的危险之处 但我们善巧取空呢 就能够理解 这是一个如幻的事件 如果我们的生命 就像前踏脖城一样 对不对 我们何必去关系这个 前踏脖城消失到哪里去的呢 这是一个伪问题嘛 所以你当我问我说 如来灭后是有是无 那是一个伪问题 那这样看待生命 看待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就能够灭一些苦恶 生死就无拘 因为这是一个假施舍 这个生命也是这样 虽然我们说感到很真实 但对一个圣者来讲 并不是这样 那么 我们现在都只能够从这个理论去揣摩 但是没有真实去陷见 我们并没有那种力量 那种真实的直觉 告诉我们 这世界是一个失色的世界 但如果我们 就观伐品 我们 从这个五球门 去证得五我治 我们会证得一个法性的境界 就是心形触灭言语道断 那么有这个正道的经验 我们再回到这个现象界 就不用再有人告诉你 你也不用再进行这些讨论 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怎么被你建构出来 这个时候对你来说 佛啊圣者他们的解脱就是真实不虚 就不用我在这边废话 因为你已经清见了 你见到一切自信的空极 再回到现象界 你自然就知道 语言是怎么建构这个世界 但是这是我们 我们不用去吹牛 就没有这个经验就是没有 所以会搞不清楚 这是一个如幻缘起的吗 这如幻是 都是假名 不觉得嘛 你说那个醋啊 这个摸起来就是硬硬冷冷的 这是多真实啊 我们说这个六入原处 就是这样 就是 去按摩会觉得轻松 难道是假的吗 对不对 所以说了 我们都还在这个五四身相应地 所以说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如虽然说 讲说如幻如梦 可是我的法还是存在如幻如梦中 如幻如梦 我们会觉得有一种决定性 那是因为我们对法都有直见知道吗 这种决定性正好就是法直的体现 所以我们不可能 我们不可能在这样的世界观里面得到自由 这是绑住我们的直见知道吗 所以我们避免不了很多事情 是因为我们认为那是客观的 没有办法逃避的 那我跟你讲 我们会认为 对世界是一个施舍 是一个主动的过程 对不对 但是中观告诉我们 这个客观的世界 是被我们主观参与以后才会变这样 懂我的意思吗 但跟我们的直觉很不一样 我也说过很多遍 我们的直觉是什么呢 客观上这个东西是硬的 客观上他是冷的嘛 世界强迫我接受他的样子 我是被动 这些东西是给予我 我不能不受啊 他给予我我就要接受啊 这是我们认 我们所谓的直觉是这个意思 但是中观给我们的世界不是这样 这个世界没有你主观的参与啊 他不会是这个样子 甚至告诉你这个世界其实就是建构出来 但是他又不是跟维斯嘉一样 说有一个客观的主观世界在哪 不是这样喔 中观就更极端一点 就是连 一点有的成分都不会有 好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喔 我就一直跟你说过啦 你不能说经典说的我都知道了 为什么我还没解脱 不是你真的知道吗 那好你真的知道你说说看 这个桌子为什么是空的嘛 我在这边我拍这张桌子手会痛 对不对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是空的 你说得上来吗 对不对 你问那个老参嘛 他们学多久了 我说天台家怎么说这张桌子在这里 他会怎么解释 维斯嘉怎么说 这张桌子是空的 不派学者怎么看待这张桌子 你说说看嘛 你能说得上来你才能说 我都知道了 你都知道了 我是不是可以说我把桌子拆了 你 对啊拆到最后是极为嘛 这是友部说的嘛 这是友部对这张桌子的观点嘛 对不对 那我你维斯呢 维斯认为这张桌子有的是什么 好那荣述会对这张桌子表达什么意见 这个就很明白嘛 这我跟你讲喔 能够回应我们现实生活的经验 那多少要有一些诗会 那你不用讲诗会 你连那个论本说了什么 你都不见得能解释 随便挑一个颂 就我随便挑嘛 你说说看 诸法不自身 不他身 不共生 也不无音生 说的是什么 解释一下什么叫自身 你都解释不来 你怎么会说我知道呢 解脱离我们还很远 就是文所成会都不圆满 你还要讲说我要 那个都越急了知道吗 好我们讲这个第一 相依不离 那我们解释了 什么相依后面会解释 那我们现在 我刚刚就已经都解释了 都有解释了 那我们就 顺一下这个论文 意相不可得 因为一切意相 见可见见者 四三个意方 如果是相依的 就不会有和和 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 意相不是真实的意相 既然意相不成 就不会有和和 这是龙树的理由 那后面就要讲 为什么意相不成 就是第五颂以后 意因意有意 意离意无意 若法所因出 是法不意因 为什么说他不是相依 为什么说他不是相依的 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离开 这个意相都是带他的 所以根本离不开 彼跟此的对待 那既然不 既然有彼此的对待 才有意相 那么这种意相 就不是真实的意相 他的理由是什么 这个意相是因为别的法 才有的 那如果 这个意相 是从他的原因出来的 那这一法 就不能够离开 那个成立意相的因 这个代他而有意相 所以我们说每一个法 都有他自己的书相 都有他自己的别意性 这个别意性都是代他而成立的 换句话说呢 我们要安利一个法 是透过一组关系 因为在这个关系里面 这一法才有他的位置 所以这一法根本离不开这个系统 见可见见者 这个是我们安利用来描述 看见这个经验 因为我们认为有这些元素 问题这些元素 不是各自独立在他的位置上 如果我们所认识的 我们所知道的认识过程 是三者各一方 那是不能够成合合的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截然的相依 那这个意思 这三个互为前提 他都不是自成的 那前提的意思是什么呢 当你说见啊 早就为了 当我提到这个看见 看见是一个经验 对不对 什么的经验 他一定有经验的对象 一定有一个能看见的主体 当我说见的时候 早就预设了他们的位置 就在看见这个词 早就隐含了整个系统 理解吗 这个我们看起来很奇怪 就以为说这一法 跟这一法是互融的 就像那个天台讲的 这个实体啊 就像那个光影一样是互相交融的 但是 龙树不是这样讲 龙树说这些都是语言 他是被我们的语言规则限制的 语言有规则 就是他的规则就是这样 当我们说见的时候 其实就隐含了一个可见之物 还有一个呢 能够看见的主体 看见是什么呢 看见就是这样啊 另外没有别的对不对 那为什么他一定是这样呢 这是语言规则决定 是源于我们的习惯 看见是一个被描述出来的经验 这是他的元素 我们说为名 信空为名就是这样 我们都认为 离开描述有一个真实的经验 那个经验是没有名言的 那个叫做限量 对不对 然后我们能够描述那个限量 就是靠这些词啊 这些概念 但龙树不是这么看 离开的这些描述 有你所谓的直觉的 那个没有名言的经验吗 我们能够描述那个 那个触啊 好像没有后面 后面才有名言嘛 因为触后面才有受想型 对不对 那个想就是名言啊 你都认为有触 是因为有和和 现在告诉你异象都不成 就是推翻了这个结论 那我们要认识 就不是说 有一个直觉啊 直觉 这个是眼所触嘛 眼触的直觉 才有这些名言 这些都是被描述的 对不对 那么这种观念是错的 那么 龙树是倒过来 我们说有触这一法 其实是从这些描述来 理解啊 我们很难相信嘛 我们都是认为限量是最前面的 那么有 承认有限量就表示你承认有触 那么你承认有触呢 你就要承认 世间有和和这个规律 但我跟你讲 这些规律是语言的 规则所体现的 其他没有什么 这是龙树的观点 那龙树凭什么说这样呢 因为我们要证明一个东西不存在 很难嘛 他只好用倒过来的方式 如果你认为明言不是信空的 明言底下概念一定有对 我们说具意理解嘛 你的概念世界对应到真实的 真实的东西 那就是语言的意义嘛 如果真的那就不是为明了 而是说明言对应 信空为明的 的反面就是具意啊 概念对应到真实 真实的世界 现在刚跟你讲 这个概念 并不对应到任何的东西啊 没有真实的东西 所以叫信空为明 那我们所谈的呢 就是一堆的概念之间的关系 就是我们语言体现的规则 那语言规则 限定了世界 因为世界就是没有自信的 所以语言就是我们的世界 这个中观是有点太极端就是在这里 对 但是 我认为啦 就是说 如果说佛有唯一的大事出现于世间 就是 他要对我们说缘起 对不对 那么这种缘起 这种缘起说是 最难想像 最难相信的 那 这也体现出这个佛跟 佛教跟别的学派不一样的地方在这 要不然的话 五位七十五法 其实就是佛教内部的聚义系统 另外还有什么 就隆述说的最不一样 他反对 反对使有是最彻底 所以最后就是 我们在 我们 我们不是在谈论世间吗 他告诉你是唯明的 没有 并不是把世间丢掉 而是 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概念中的世界 除了 除了这个没有别的 就是我们概念参与的世界 应该这样讲 如果说这个世界就是概念世界 会跟维世混淆 但是这个龙树不是维世所 好 第五颂 第六 我们看这个 亦因亦有亦 亦离亦无亦 若法所应出 事法不亦因 我们可以看那个 注释二十三的第六 这个在中观经论 音论法师有做一个解释 他说 原 这个275页这个地方 中观经论第六章第二节 原其法本是无量差别的 虽有差别 而非自信的差别 就是他不是否认有差别 对不对 我们通常都讲 这个差别是没有 都是平等的 所以没有差别 就是这个空 有些说空的经典会这么讲 但是 这边要告诉我们 是从现象的立场 从世俗的立场 不是说他没有 是没有差别的自信 这个自信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差别是自己决定的 他就叫做自信的差别 现在告诉你这个差别不是以自信的形式 而是代他的 是以缘起的方式 所成立的差别 那中论未建立中到缘起 故说 亦因亦有亦 亦有亦 亦亦无亦 若法从因出 法不亦因 亦即是差别 但是差别不因自诚自有的 就是自己对自己的差别 这个差别性呢 是自己 自己决定的 自己带着的 就自己就决定自己有这种差异性 如油灯带电灯而称差异差别 则油灯所以差别是由电灯而有的 离了电灯此油灯的别相极无从说起 故油灯的别相不是自信有的 是不离于电灯的关系 既不离所应待的电灯 既不能说有绝对异于电灯 而不过是相待的差别 这样理解吗 所以我们说事物的成立 都是在一个关系的幻网当中的意思是这样 因为这种别意 这种书相是离不开对待 就是相待的因 这个因是你差异性的来源 所以我们没有绝对的或是自信的差别 只有一种相待的差别 这个相待就是缘起 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这样理解吗 我们都听过那个孟子对人的定义 他说人之异于禽兽者积息 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人有事端 对不对 所以他认为人的本质是一种道德性的 人称为人不是因为我们的DNA 而是因为我们有事端 这样理解吗 他认为这是人的天性 那我就跟各位讲 这边我们就知道 人怎么被定义做人 是相对相待的差别性 不是说人性就自己带着这事端 知道吗 所以这事端是一个缘起的说法 它是世俗的假名 为什么说它是假名呢 因为它是带他而说 但是你就也不能说 那孟子就是乱讲 我们只能说 这是一个被失色出来 可以有实践性的人性观 但是你不能把 他这种人性观给绝对化 知道吗 后来就会变礼教吃人 就是因为我们把这种 人性化给客观绝对化 所以诸法的不同就是差别像 也就是诸法的书像 能够成为一法的 就是它有这种特殊的 不同于其他的这种书像 不理所观带的诸法 观带诸法像而显诸法的差别 即决定 即决没有独存的差别 也就是没有自成的义象 如果说离所观的差别者 而有此差别可得 那离观带尚无义象 要有 要有一离观带的一项 那更 更是非缘起的 非现实的了 在元旗法当中呢 了知其性 其性自本空 不值自相 才有不依不义可说 这样理解吗 和和品就要表达一种 这种和和是被施舍的 没有和和真实的自信 因为这个义是代他的 那换句话说 这个因义而有和和 这也是一种施舍 是代他的施舍 好 第六诵 若离从义义 因于义有义 离从义无义 事故无有义 我们看那个应孙法师 对这两句颂的解释 他就讲到这个圣论派的巨义 有大有性跟同义性 大有我就讲 那个是存在 他就是一切法的 最高的共享 所以这个存在 是一个巨义 同义是一个巨义 就是事物跟事物呢 一定能够总结出 他相同之处 这个同义性 是有的 还有别义性 这个差异性也是有的 是法自己所带有的 这种大同小同大义小义 比如说巨义的理论 他就会认为 比如说我跟你是不同的是义 但是这种别义性是自己带着的 那我们也有共同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都分享了共同的人性 这个就很抽象 对不对 我们都是台湾人 这个我们就共享了一个台湾人的共性 类似这种说法 那个就是大同小同 然后大义小义 他认为这种差别性跟同一性 都是法自身带着的 或者是 能够被抽象出来真实的 这种性质 可以这样讲 他说如人跟人是共同的 人与人之间又不同的 这个就是义 那人与马是义 人与牛马都是友情 这又是同 所以这个是大同小同大义小义 正名有同正名有别义的原理 这些原则原理 这些抽象出来的概念都是真的 都是实在的 这个叫巨义 那我们看下一页 就是应论法师解释的 他说异象 就是我们现在要破的就是 像圣论派 他所代表的就是一般樸素的实在的观念 他认为这种别异性是制成的 他现在告诉你 这些不是制成的 是因为有彼此的对待 所以才会有异 这个差异性就不在谁那里 而是在于彼此的差异 待他而有的 那这种差别性 差别的成立 那差别的异性就是不离彼法的异性 所以没有差别的异性可说 此法的差别性不是他固有的字体 是因代而有的 这个是重点 就是这些差异性都是因代而有的 那如果是因代而有的 就是若法所因出 是法不异因 就是如果这一法 的字 我们说书相 或是异相 是由待他决定的 那他就不能够说 异于因 就是不能够跟他是 那是独立相依的 没有毫无关系的良法 这个就叫做不异因 理解吗 他们有特殊的关联 或是 怎么讲 就是一个因代的关系 尽管我们在语言上说 这是良法 但是这良法 隐含着关系 这关系是 官代 这样理解 那下面就有一个 不同的说法 就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这是一种抬杠 因为为什么呢 他说义有两种 一种是不相关的义 一种是不相离的义 那我们讲的代他的义 就是不相离的义 那还有一种是根本不相关的 比如说 木头跟房子的义 就是离不开的义 因为木是材料 房子是木所成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房子 是木造结构的 虽然说木造不是房子 木所造 这个木不是房子 但是我们说 他是不相离的 因为木是他的原料 对不对 那还有一种是相离的 就是牛跟马 牛跟马 那离开的马 的相待 牛还是牛 我们会觉得是这样 这个叫做能相离的义 但是这也被推翻了 为什么呢 他的理由是在第二宋 他说 离从义的义性 别有义性 那就应该离其余的义 而有此法的义性 但事实上呢 离得从别的义性 根本就没有此法的别义性 就我们讲这么绕口 讲牛跟羊之间的关系 如果没有牛羊的比较 怎么知道他是差别的呢 所以还是无有义性 这边讲的无有义 就跟我们讲的不常 的意思是一样 不常 他的本意是不自常 就是这个常不是自立的 不是自成 而是带他的 那像这个牛羊的差异性 也是带他 才能够说他们有差别 所以说他无有义是 无有那种自成的义的意思 这样理解吗 但是会承认什么呢 缘其假名的义 为什么说他假名 因为如果我们相待的对象不一样 他就有不同的名称嘛 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每一法不是说他没有 没有自己的书相 没有自己的别意性 而是说这一法的别意性 是代他而决定的 换句话说呢 我说的法是不决定的 是代他才能够是决定的 条件不同 他也会不同 虽然我们都用一个他嘛 用一个法的名称 那因为他不决定他会 我们会说这一法会有变化 对不对 那从变化体现的就是 他是空性的 因为没有本质 才容许变化 才需要代他 如果他有本质 那就表示 这个差异性 他是他自己带着的 不需要别人 他自己就是差异的 问题是天底下没有这种差别 差别性是这样制成的 这样理解嘛 那下面应顺法师就讲 性空者是尽于经验论 绝对不离开相待的假明差别 假明别意性 所以这个差别性是代他 而且是施舍的 你为什么要代短说长呢 这没有什么为什么 因为这是语言的规则 知道吗 是我们生活经验 生活的实践 体现作 体现为名语言 语言的本质就是这样而已 其他没有别的 为什么你一定要长根短相待 这是语言决定的 而不是事物自身决定的 好 下面说 说什么差别与不差别的本然性 就是我们说事物都是根据这种差别性建立的 换句话说呢 法与法之间就不能够有决定性的意 有的只是相待性的意 有的只是相待性的意 或是假明失色的意 那就不会有什么本然性 差别跟不差别的本然性 好 下面呢 说 第七诵 亦中无异相 不亦中亦无 无有异相故 则无此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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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出這種異象 那如果說這種別異象 是從異法來的 這種別異 是在他自己本身所體現出來的 那就無需差別性與法合合 使他成為別異 這個異象當中無有異象 那假定這法是不異的 在不異的同法中差別性也不能夠使他成為差別的 這個在講一個 能夠被稱為異法的 他是這個差別性是 是在 異象當中 決定的還是在同法當中決定的 不該是同法 沒有啊 同法就沒有差異性啊 同跟異就是相對的概念嘛 那假定法是別異的 他既是別異的那就無需差別性與法合合 所以呢 異象當中無有異象 人自信不是就有生老病死的這個異象的顯現 你不用講那個流轉的過程喔 我們現在講這個合合啦 法跟法之間的合合 那我的自信不是合合 這個生老病死的合合才是 說自信 然後在這個自信的合合 這邊顯現 生老病死查理一下 你在說什麼啊 我們說的合合是在處 見可見見者這三個的合合 你這樣亂扯就表示你根本不懂嘛 自信不是具足的見可見 啊 自信不是具足的見可見 什麼叫做自信 你自信要講的是我是嗎 對啊 我就是見者啦 對啊我是見者我也是 可見 所見的 外道會說喔我 跟 成 或是嘛 這三個合合 就有處 處是那種 高階認識的基礎 處對有沒有 就我們會認為什麼 深處有什麼 堅 堅塞 絲滑 像這些都是深處 那眼有眼處嘛 這個處都是一種 感覺認識 就是感覺認識的 更基礎的東西 後面會有受 就是我們 這個 觸感不好我們就會有苦受 或是勒受不苦不勒受啊 所以這個處都是一個基礎 so 想就是你給他名言的嘛 然後行就是一個意志的行動 對不對 對不對 我 我要活得像個人 對不對 就要懂得穿衣吃飯 對不對 人家那個清朝的官說 三代為官就懂得 吃飯穿衣啊 你想 他們說的吃飯穿衣就是曹雪芯寫的那些東西 你就知道那個 江南資照有多富有 這個都是基礎都是源於這個處嘛 這個處的基礎是合和 為什麼我說有這一法呢 因為處的作用就是把這些東西都合在一起 這要合和啊 讓他們同所緣 同對勁 知道嗎 我是針對一個東西在作用 但是 針對一個東西呢 就是要這些條件 都要一起工作 那個事物跟事物是別意的 是什麼力量讓他們合作呢 就是這個處 理解嗎 或者是說他們有這個作用 就是我把他命名為處 這個客觀的力量 就是 他們不會覺得說是他們合作我才 假立一個處 而是他認為這個處呢 讓他們作用 這個就是把這12支 每一支都認為是實在的 那 他又是高階認識所依嘛 所以這個處就變得很實在 處能夠實在就是 要 要以這個為前提 就是 法是能夠合和的 如果他能合和 那就代表有處這個東西 那問題是 合和不成立嘛 合和為什麼不成立呢 因為諸法的意向不是志向 不是 自信的意向 而是一個呢 相代的 不只是 見 可見 見者 這三者的合和是 沒有自信的意 是所有 世間的合和都不是 都是相代的意 這些差異性 是合和的基礎 因為是個別個別的才需要合和 對不對 問題是 法與法之間不是個別個別獨立的 跟別人毫無關係的 我們說這種 就是自信的一個 獨立嘛 或是我們講這是自成 那 那我們說還有一個 獨立就是代表他是單一嘛 他的作用是常駐的 然後有實在性 這不就是自信的定義嗎 所以我們 我們 對於自信的偏好 對事物有一種自成獨立 實在的 這種偏好 是從直覺的 獨 獨存感來的 我們接觸的事物 或者是說受語言的誘惑 我們都會認為事物跟事物是互相獨立的 就像心物二元這樣都是獨立的 那 這個是我們對世界的認識 總是有自信的影子 那 對中觀學來說呢 這就是無明的體現 最終的結果呢 是我我所 那麼我我所 所綁定的就是貪稱吃的煩惱 貪稱吃呢 是 輪迴的動力 是苦難的來源 這樣理解嗎 所以我們要 解脫苦的話 就要從這個根源入手 我們是不是在解釋這個事件 這是我們的信念 我們認為這個世界就是一個有自信的世界 這是我們的苦難的來源 那我講的可能是比較現代的 這個世界有一個樣子 那我們是被動的接受這種客觀率 我們講這個道家很了不起 就是說 道可道 非常道 民可民 他們都在說一種 這個世界有某種客觀的定律叫道 對不對 那麼只有我們說 只有龍樹說 那不是那是 那是相待 那是緣起 只要是緣起的 一定就沒有 本質可說 沒有本質可說的東西就是信空的 那麼這是唯一的真實 因為信空不是什麼真理 信空只是告訴你 你信念當中的自信是沒有的 那我們說不增不減就是 這個世界本身就是源起的 我說他信空沒有增加什麼沒有減少什麼 但是我們一直 受到境界的誘惑 我們前 前一品叫什麼呢 觀行品對不對 虛況忘取故嘛 諸行是由於虛況忘取 那為什麼 佛說虛況忘取呢 是為了要表達一種空性的 空性的究竟 就是這些現象 其實沒有自信可得 那我們說 沒有自信可得為什麼我說有見 見者跟 見可見跟見者 這三個差異 佛說這是為民嗎 你去找找看這些東西 有沒有那種獨立 單一常住實在 的本質沒有 沒有為什麼有這些語言 因為這些語言體現的不是我 我就是常樂我盡的嘛 根就是能生 能夠成對應的東西 不是嗎 然後能生認識的 這些都是為民 找不到本質 本質就是這些東西叫本質 我們都認為他是這樣 不是 找不到 所以才說這是為民 眼根 眼根找得到嗎 眼根是能見嘛 那又回到六 六情品嘛 四眼則不能自見其幾體 若不能自見 雲何見與無 對不對 記得嗎 不記得 不記得就不能說我知道榮述說什麼 為什麼還沒解脫 只是你離這個還很遠 好 我們看嘛 就是 李氏門 我們看那個 278頁有沒有 這邊講的是體相門 就是法是別異的 是在自身的 別 是自身就成立這些別異項嗎 不是嘛 或者是在 同法 同法中 就是這一法 本身是同法還是異法 是自身決定的嗎 如果是自 如果是自身決定的 就 不是在別異的 關帶之中有這種別異項 是自己有的 那這種別異項是不可能 自身帶著這種別異項 因為所謂的別異就一定隱含的 跟別人比較那個別人一定要有嘛 所以他 這種 在別異體中 就不會有 這種別異 自己帶著這種別異項 這是不可能的 那這個法是同法 那這個同法 也不會 也不是自己 帶著差別 因為同法就表示 預設了一個相同的東西跟他比較是相同的 所以他自己又怎麼會在 自己是同法 又有這種差別性 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在同法或異法的法體裡面都 找不到這種 自帶的這種差別性 所以叫做 無有異項 那無有異項就 不會有此比例 這是體相們 所要表達的 雖然他很抽象 就講了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但是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思考方式 就是這一法叫做別法或是叫做同法 他就不可能帶著自身 自帶的這種差異 這是體相們 那他要告訴我們的結論就在最後一行 最重要的 宇宙的一切 不過是關係的存在 沒有一法是孤立的 孤立的才可以說有 有此比的自信 差別 不孤立的緣起的存在 怎麼可以說是實意呢 那我們在這邊就 你們學過天台 這邊講的說 不相義 沒有孤立的存在 可能就會讓人聯想到那種廟友 就是 這個東西跟別的東西是互相交融的 但是 龍術要講的不是這樣的廟友觀 而是告訴我們 這一法 這一法 我們都認為是直覺的對不對 但是這種 我們會認識到這一法 其實都跟 別的東西都會成為這一 我們認識這個東西的前提 換句話說這個東西之所以是這個東西 是在 一組關係裡面被確定的 而且呢 他的性質是 會變的 他不是 你所想像的 知覺告訴你的 或是 語言告訴你的 是 獨立 是跟別人沒關係 而且是常駐的 因為我們直覺就是 他一直是如此的 事實上這是一個 語言 我們說 沒有語言就不會有這些認識 龍術的觀點就是這樣 所以他說那個沒有限量 我們在上一瓶 不是 是在中觀經論講的 他說 是中科巴大師吧 他不知道引用哪一部經典說 言而等非量 那因為 沒有真正的限量 所以我們就沒有那一種 認識的確定性 沒有認識的確實性 沒有認識的確實性就是 體現出 一切都是空性的 沒有所謂的量 量指的是正確的認識 那在這種量的理論裡面 什麼叫正確的認識 就是事物是什麼 我們就認識什麼 那我問你事物是真實是什麼 沒有這種 自己決定的真實性 全部都是代他的 因為 一法能夠表現出 他跟別人不同 才會被叫做是一法 知道嗎 但是呢 他的差別性又是代他的 如果代他的條件不同了 他就不同了 對不對 水對我們來說 對我們的重同分 人的重同分來講 他可以止渴 對不對 他是 我們 喝水 我們人體 需要的東西 他是水 我們會 命名他叫水 對不對 對於這個重同分 對這個瘦 這個重同分 觸生到 他是家 他可以在裡面生活 可以在裡面呼吸 對不對 他離不開的地方 他跟我們水的概念完全不同 那你說嘛 這個水的決定性是什麼 是瘦 是瘦理解的對呢 還是人 可見 那個對象 對不對 那個對象 他本身 不決定 不是說沒有 只是說 他 不決定自己是什麼 換句話說呢 他沒有本質 他沒有自信 那所有的性質呢 都是 代他有的 那麼代他有的呢 就叫做緣起 無自信 無自信 這分叫孔 這個水呢 有不同 不同的性質 是代他的沒有錯 但是呢 離開了這些對待 他自己 一定有 某種特性在那 死的人看是水 死的天人來看是瘦理 那我們就稱這樣的東西叫 離言自信 就是 離開一切對待 還有的東西 這個叫最低限度的客觀性 叫離言自信 為世家承認他 那金布也承認他 有這種東西嗎 如果你 你認為有的話 那你就是有中 就 在中觀學派裡面的 自立 叫秩序派 就自立量派 就是輕便論事的 他就認為 有一個 最低限度的客觀世界在哪 對 所以對 對輕便來講 那個聖意的空性也是真實的 那麼 離言的自信也是真實的 所以呢 自立量派 在中 雖然他是中觀學 像我們知道大名鼎鼎的那個 清便 還有那個 蓮花戒 都是這一派 那這一派就會重視 英明啊 邏輯 因為他承認有客觀世界 但是越稱就不認為有 那這個對龍術的解釋也不一樣嘛 所以我們說有不同的傳統 那麼從我們 在 應順法師這邊解釋的龍術是 哪一個龍術呢 就是唯明 絕對是唯明 沒有任何本質的 沒有本質你不能把它解釋成什麼都沒有 這一點是很 尺度很難拿捏 那我剛剛講這個有最 低限度的離言自信 這個叫不空講 知道嗎 結果我們中觀經論會學他 現在提一下也可以讓各位知道 那個空的界限 就是龍術在否認這些東西到底有沒有承認 最低限度的這個世界 那我們說對這個世界的說法 那麼有三種三個層次 就是 都承認一切法空對不對 但是也有三個層次 叫做不空假明 還有呢空假明 還有假明空 這個是中觀 這個是增長 這個是為視為代表 那我們說這個 秩序 秩序 中觀秩序也是 自力量 輕便 這個假明 我們可以把它替換成世界 或是概念中的世界 概念認識 概念認識的世界 概念認識的世界是不空的 我們認識的世界是一回事對不對 但我們認識的對象 那個世界不是空的 他有一個 基礎 比如說 維世加認識的世界就是 他是一個現象的世界 這個世界呢是 阿賴耶士的種子所現 那這個阿賴耶士裡面的種子 生起的 現象 當然是 沒有實在性 但是能做夢 就是這個新式的 獻起這些現象 是有的 這些現象是有的 儘管他看起來很像外部世界 但是都是阿賴耶士 的現形 那阿賴耶士是什麼呢 他就儲藏 認識的 一個一個認識元素 這些18屆的種子 這些種子都是認識 除了認識以外沒有其他的 所以 這個都是新新鎖的種子 可是這個新新鎖的種子 他會出現 他不空嘛 就是他有 他存在 外在世界是 種子 體現出來的現象 讓你誤認為有一個真實外在的世界 有的只是新新鎖 然後呢空假明就 這個世界 不存在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 這是龍術的結果 龍術討論的結果是因果關係不存在 來去不存在 六種不存在 六情不存在 所以 這個世界 貨業苦 苦空無常無我的世界是空極的 是不存在的 那有的是什麼呢 有的是佛果那個常樂我盡的世界 這樣理解嗎 所以空假明 空的還是我們貨業苦的世界 中觀呢 認為世界 就是假明 本身 他本身就是空極的 現象本身就沒有體性 不是不存在 而是 現象 他有表現的現象面 那有他 本性空極啊 就是沒有自信 那一方面 是由 聖人 的智慧 所體認的 一般人 一般人會隨著假明傳 認為這個假明一點都不假 認為這些假明其實是巨義 就是 假明跟巨義是對反的 我們在假明 受了名言的誘惑 以為是巨義 不知道 巨義就不是空的嘛 現在告訴你他是假明空的 那麼是中觀要告訴我們 說空的層次 說 運用空 我們說運用空 會得到這三個不同的結論 空就是一種方法 用空的方法去考察的世界 有這三家 這個在 漢傳的 魏晉南北朝就已經有的 他們就 從教典裡面 就整理出有這三家 對空不同的運用 那我們說中道對不對 不是這個不是這個嘛 這個在西藏 西藏的叛教 這個叫空的不擠啊 就運用空這個方法 不擠就是 他還留了一個不空的東西啊 那這個空呢是太過 空的太過 這個是空的恰到好處 恰到好處的空就是中觀 剛剛好 沒有佛 就剛剛好的意思呢 在波爾金講的 這是 不壞賈明啊 說 諸法實相 假明 是可以被接受的喔 假明不是什麼都沒有 只是說 在現象當中 我們找到的是 只有名言 不是什麼都沒有 是都找不到 實在的東西 我們也只能說 我找到的就是 這個名言而已 不是否認現象 知道嗎 那這個現象怎麼回事呢 只能用辟譽嘛 說他如幻 如就是辟譽 如幻如畫 如鏡中相 如水中月 如夢幻泡影 那為什麼如如意如電呢 因為戴他嘛 條件不同 他就不同了 那這一法可變異 就體現出他的空性 所以 無償是空 無償為門 無償是門 事物會無償的變化 是個門禁 為的是要體認這種空 沒有本質 但是沒有本質 正是現象本身 所以沒有否認現象 不壞假明 說諸法實相 這是空的恰到好處 所以呢 我們要 理解 自己在 自己在讀這27品的時候 是落在哪一邊啊 你是怎麼認識榮數的 通常會在這兩邊搖擺 你能空的恰到好處嗎 你能理解榮數嗎 我們可以談一下 就是那個王恩揚 他寫給那個 印順法師 他對印順法師思想的評價是說 第一個 你都以中觀為中心 這不公平 因為這為什麼呢 因為 不是歷史的事實 因為解身秘經就跟你講 佛有三十教 第一十教是阿罕 第二十教是 坡人 第三是方等 就是 後面講的其實就為事 他說二十教 是五世俱足的人 說的 因為他說一切都是空的 那麼一切都是空的 會被誤認為什麼都沒有 但是對五世俱足的人他知道 現象是有的 因果是不空的 只不過我們騙計程 實在 所以這份要去掉 五世俱足的人聽到一切空 他會知道 有東西不空 然後要空的是我們的篇子 那他認為是 這個是圓滿 但是是針對五世俱足的人說 但是到我們這個時代 就是到那個吳酌世青的時代 人的根性不足了 會變 聽到一切空會變二曲空 所以就需要第三轉法輪 講解身秘經 解身秘經散說法項 用 三字 那個 依他起項 騙計所執項跟原誠實項 來解析 解析一切法項 那就圓滿了 不會產生爭議 五世不俱的人 不會落入二曲空 而知道 這個世界有客觀的因果關係 會讓善有善暴 惡有惡暴 這樣理解嗎 都在一個客觀的規律裡面 就是心事的原則 阿賴也是 受勳此種的這種原則 如是限的 那麼這個因果關係是不空的 就是 它是一個客觀的自然律 流轉跟環滅都要在這邊講 這個 善 善 就是善變 善於分辨諸法 的 三項 那這樣就圓滿了 王恩揚根據這一個 就跟 跟那個 跟一頓法師講說 像你啊 既著於文字 那麼拒絕別人的補充 那你是心胸狹隘 知道嗎 為什麼龍樹不能接受補充 我們都是繼承龍樹沒說的啊 對不對 對啊 龍樹是沒有說到 但是你 你會認為它隱含了 那個不空的東西 這是你認為 你詮釋的龍樹 所以 儘管是王恩揚 他們也 尊重龍樹 但是在這個立場上尊重 然後我們的是講 繼承 就繼龍樹之後 而說的這些 你不能不承認 天台也一樣 不好意思 他們說的都是廟友 是珍藏系的廟友 珍藏也是繼承這個空 我說 他都是運用空的方法 但是得到不同的結論 那我們不用歷史去看 不用說 我們就 王恩揚有一點是對的啦 就是說 你要怎麼 你一定有立場 但是 我們就龍樹的立場來評價這兩家 就會這樣說 那看大家相信哪一個的叛教 這個是空中的叛教 那你們 看看有沒有道理 龍樹他 最後他講的那個 不空 那個中道 他沒有去詮釋 他只破不力 所以我們就 因為這種疑問 只破不力喔 沒有 他實在說 他是 就是我拜託說 演藝人所生 我收起是空 以為是講 一定是中道義 他中道的那個 那個 後面他部分 他就沒有去 闡述了 沒有啊 闡述什麼 闡述什麼 就是講法界 法界是講那個 那個真語 對對對 可是那個 他們又講這個部分 你怎麼說他沒有講 一死相 不是 巨翼啊 就 天台的廟友說 你認為他是不是符合巨翼的 這種觀點 就是說 當然聖意的聖意是不可言全的啦 但是也有世俗的聖意啊 就是我能夠用語言文字去全顯真理 我不知道天台會怎麼說啊 譬如說 他說死法界是互容互騙 這個是不是巨翼 就說 世界就是如我說的那個規律在運行 你說是不是 當然啊 那真如是真實不虛的嘛 真我是常樂我盡的嘛 當我這麼說是不是巨翼 只是我 圓不到而已啊 不是說沒有這樣的世界 對不對 問題是喔 我們都在 抽選這個 意啊 真實的是什麼 榮述告訴你喔 當你運用真實的 這個詞的時候 你就在意想一種巨翼的答案 當你在這種思維底下 你永遠回應什麼都永遠是問題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前面講過 離空而欲答 視則不成答 據同於彼宜啊 這個就叫做自力量 秩序嘛 就是自力量 這個量是正確的認識喔 然後這種 正確的知識 正確的知識是自力的喔 就是自成的 那個自信的定義又來了 我說嘛 他承認一種最低限度的客觀性 這邊是水喔 這這裡有水喔 人來看是水 天人來看是流離 雨來看是家 地獄來看是蒙火 惡鬼來看是農邪 對不對 不管他是 我們可以講喔 不管是天人或是人 沒有一個人認識到他真正的本質 對不對 我們會疑問嘛 那我們說的水 他到底他的本質是什麼 他到底是蒙火還是農邪呢 誰認識到 我這個東西的本質 他會跟你講 那些本質是待他決定的 但是離開的這些對待 沒有人看他 沒有天人來看他 沒有人來看他 他本身是什麼 我們會說喔 我們稱之為水的那個對象 他本身是 是離言自信 離開一切對待是離言的 但他本身有一種 不是名言所全的那一種自信 他一定要保留一種 特性在那 那等著人去看會是說是水 等著魚來看會是家 但他本身有一種叫 離言的自信 他承認一種喔 不帶他他本身帶有的東西 但是這個是離言的無法說的 理解嗎 所以他說自力量是這個意思 如果有這種客觀的世界 那就會 贊成一種距離的世界 就不會是假民空啦 為什麼不自力量 為什麼 隨應破 自力量的對應就是隨應破 隨應破 隨應破 就是指 只破不力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 我們要討論這個世界是什麼的時候 一定在這個架構裡面 在這個架構裡面 去設想 那麼針對你有這種望子 我跟你討論什麼都沒有用 知道嗎 你說說看什麼東西是你認為真實的 我就來破除它 就瓦解你這種信念 知道嗎 我在瓦解你 我 我要跟你講這個世界是什麼 我的 這個世界就是你講的那個樣子 但是 我們在 我們在我們所 概念所把握的世界 有一種 具意的信念在這 龍樹或是月稱 主要目的 是在瓦解你這種信念 好 那麼 你說的 你承認是假民 他要讓你 我們在 概念捕捉的世界 不存在這種 具意的信念 他的目的就在這 那麼 只要我們瓦解了自信的概念以後 我們認識到的就是一個被我們施設出來的世界 那麼你要怎麼施設那是條件決定的 就龍樹認為 你要這樣施設那樣施設都可以 那麼重要的是 你在你的施設裡面你要明白 他裡面 他裡面沒有你想像的那一種自信在那 所以龍樹對此展開他的 思維 對 就是空的方法 他的目的在破壞你這樣的信念 那麼世界就 如 如你所言 是那個樣子 沒有什麼好解釋的 這些學派都在我們 這 假 假民 就是我們現象的世界 或是我們概念的世界 我們總是要在 表面的現象 去尋求一種深刻的結構 隱藏的結構 龍樹認為沒有必要 知道嗎 一切就陷在那裡 還有什麼好解釋的 因為就是一個假民構成的世界 另外不用再解釋 所以 當世尊描述這個世界 就說這個世界呢是12處 這個世界呢是18界 他這麼說 不是一個 不是在 現象 去說一個 深刻的世界 不是 龍樹會認為 佛陀說這些 只不過是反對有我而已 用這些條件去取代 什麼大自在天 取代神我 比如說 什麼是我 佛就說五運 佛說五運不是在 現象之外 介紹一個更深刻的世界 不是 不是一個還原的世界 而是要說 用這五運去取代 外道認識的神我 這樣理解嗎 龍樹全顯的 佛陀的言說是這麼一回事 當然 每一家都有每一家不同的 解釋 我們在這邊 介紹的是什麼呢 的確是以 中官為立場 所做的判教 好 那就要看各位 你們的根性 或者是 我就是這麼認為 我上一堂也是有講 只有 只有假明空 才能夠體現出 源起的 深刻 其他這兩派 我說啦 一般的哲學 都是這麼說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就是你的整個概念的結構 都 理不 我們可以講 就是說 佛教的特徵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其他的哲學也都有 只不過你們 贊成的 都不一樣 這些 不同的主張 但是都有 共同的 共同的基礎 譬如說邏輯 所以 玄莊能夠跟外道辯論是因為 大家都共同 承認 限量跟比量 對不對 但隆述都不承認 不認為那個邏輯是一種 自然律 不是認為是一種 形式邏輯不是一種客觀的規律 知道嗎 我們以為這個世界有規律 一定按照形式邏輯來 這是我們的信念 事實上不是 如果這個世界是如形式邏輯所 所說的 所運作的那個世界 是運作不起來的 因為他跟我們常識中的世界是有距離的 那我們就會認為 這個世界分作兩節 一個是實在的世界 一個是我們的概念的世界 那錯誤都發生在我們這個概念 錯誤 所以我們要糾正我們錯誤的概念 符合那個實在的世界 那 這是一個錯誤的信念 因為這不會帶來解脫 我們對深刻的執著在於這 就是 法執啊 法執在我身上 我們說撒迦也見 就我執 但是這個執著都是一樣的 都是自信 對自信的執著 什麼叫對自信的執著呢 我們會認為這個世界有某種客觀的規律 或是某種客觀的事物 所謂的客觀的事物是 他是製成的 是獨立的 因為他自己就是這樣 不需要別人決定他 他自己決定 水為什麼往下流呢 是根據水自己的自信 水流不流動 他都有 往下流動的傾向 這個是他製成的 不是別人決定的 不是帶他的 是自己決定的 所以他 有決定性 是製成的 而且是獨立的 是長 儘管 他 靜止不動 他都有向下流動的傾向 所以他是常駐的 知道嗎 這些都叫做自信職 我們對我也有這種觀點 我們所關懷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生命 對不對 是我們 終極的關懷所在 那麼在龍樹 中觀的學派 這是一個 源自於錯誤的信念 源於錯誤的信念 才有的問題 我們說 人 人出生 人的輪迴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 有沒有意義 當然你可以用各種方式去回答 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但對中觀來講 首先我們要糾正自己錯誤的信念 那麼所建立的意義 才是 好的 否則你 你認為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呢 譬如說進化論是客觀規律的話 那人生的意義就是適者生存 我要變成一個 最後活下來的人 我看待世界就是 以競爭為原則的 是 規律 就是 競爭的原則可以決定一切 因為它是自然律 我們現在的商業行為 消費 生活 各個方面都是被 進化論 左右的 同學 是吧 所以人生的意義在哪裡呢 我們 具有什麼信念 你就要問自己 具有什麼信念 那它是真的嗎 如果我們瓦解這種客觀 這個世界 強迫給我們的東西 我們把它當作是我們人生最高的原則 那麼這是危險 懂我的意思嗎 龍術 龍術帶給我們就是一個自由 我們不會受這些 偏見的 指導 這些 兩邊 叫邊見 長是邊見 有無是邊見 長斷是邊見 意義是邊見 對不對 那麼各式各樣的邊見 這個時代的邊見就是一個是唯心一個是唯物 我們怎麼避免他們對我有 我們不得不如此 那就要糾正我們的信念 我們要搞清楚這個世界是什麼 那麼你才不會受這些信念的左右 要理解嗎 好的 好 那 所以宇宙的一切是關係的存在沒有一法是孤立的 孤立就是自信的意思 那這個差別呢 不是孤立的源起的存在 怎麼可以說是實意呢 實意就是自信有的差別性 是法不自合 亦法亦不合 合者即合時 合法亦皆無 現在就講 這個合合 我們說 因為合合 因為法與法有合合 所以說有處對不對 現在告訴你 是法不自合 亦法亦不合 合者即合時亦皆無 為什麼亦法 不能合呢 是因為 沒有絕對的亦法 因為他們都是關係的存在 所以不能夠說是 亦法合 那現在就在 解剖 就是說 這個合合是出現在哪裡 當然他不會出現在亦法 就是自己跟自己合合 不會有這種東西 這個叫 四法 不自合 亦法亦不合 就是 在不同的相亦的 法 也不會有合合 那理由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說 亦法不能成立 因為他們是關係的存在 是 相待 假明的 沒有那一種真實的合合 這是一種解釋 再來就是說 這亦順法師是說 亦法 就是各自獨立 各自在各自 各自的一方的 這一法 不能夠說有真正的合合 只能夠說有堆積 這個很像我們講的那個 堆積起來的東西會變成另外一個東西 這個是現代的分子學說的 分子 這個 我們說 粒子 然後會組成分子 那個學說就是一種堆積 只是說 他們結合的形式不同 就有不同的性質 我們現在這種假說已經 都是變真理 像這個炭 我們燒的木炭對不對 我們把它 壓壓壓壓壓壓 高壓之下 它會變成鑽石 那都是炭嘛 那個 本質是一樣的 但他們的結構不一樣 那就是什麼呢 他們的形式不同 那可見的 決定諸法相異 是在它的形式 這是現代物理學說的 那你們相不相信這一套說 這是一種解釋 好 釋法 義法都不能合 所以這個合者即合實合法也就無有了 所以我們這樣就破除了什麼呢 見可見 或者是我們說 根成事 三合合身處 你說布派這個說法也沒有道理 我們看那個布派 只要佛教徒 看見是佛經 說阿羅漢所說 那我們就不會多問 我們再多問一點 那個根成怎麼生事 根是什麼 極為 對不對 那 成是什麼 成也是極為 都是色法 對不對 那我們姑且不說這兩個色法怎麼接觸的 就算他們有合合 是 接觸以後有合合呢 還是不接觸 我們會說接觸 但事實上色法在那裡 眼睛在這裡 他怎麼接觸呢 對不對 那你說不接觸能夠有看見 那我跟七樓 七樓的人也在上課 我跟他沒有接觸為什麼我看不見呢 這個我們會在 那個 白論 我們會 會來討論這件事情 這個看見是很複雜的一個過程 但我們都這樣說啦 那最 假設他們 就光嘛 就是說這個 物質跟光有一些作用 所以 這個光反射 它不同 吸收了 一定的光波 不同的光波會 跑到我眼睛來 這個就叫觸 那可以這樣講 那麼 色塵跟色塵觸對不對 為什麼會生氏呢 因為氏是心法 對不對 那麼跟層和合生氏這個過程 物質跟物質心法怎麼升起 不派學說沒有解釋 所以才需要維斯加 知道嗎 這是一個大問題 一直到那個近代的迪卡爾 變成一個哲學 哲學家想要克服 但是永遠沒有辦法克服的 心物二元的問題 對不對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古典的 佛教的 不派學者 不認為它是個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就 這個就有那種 官代的特色啦 就什麼叫做掩飾 掩飾就是能夠生 眼根 什麼叫做根 因為他的定義早就回答了這些問題 根呢就是能生氏的那個東西 所以他不認為需要解釋知道嗎 但是 各位想 什麼 我命名 我說的 這個都是在具義的信念裡面進行的討論 當我的概念說呢 這個世界有一個東西叫根 那根被定義能生氏的東西嗎 換句話說呢 我是用一個預設的結果 說明它是什麼東西的因啊 然後來 來說這一法 是決定是這個樣子 所以它也是一個因代的過程 它預設了什麼呢 它預設了 因跟果 這個概念 然後 有預設了一個結果 來說 它是某個事物的因 換句話說呢 我在施設根 這一法 早就在這個 氏 還有這個層 它的對象 我跟你講 我是在這個框架裡面 在這個關係的網裡面 去施設 某個事物叫根 當我說根啊 看起來只是指的一個對象 其實它是隱含了一個體系在裡面 知道嗎 這個體系呢 就是一個語言規則形成的體系 因為他們的定義把他們組織在一起 在關係當中這個根才有意義 知道嗎 因為它是某個東西的因嘛 對不對 那因果關係 只要你說一個因 就隱含了 它有一個結果 不然它怎麼會叫因呢 理解嗎 我們在這個 就是講那個 武運那個地方 講那個色因 跟色果 就有講到這個問題 知道嗎 這個在 語言的結構就是這樣 因意味著 它是某個結果的原因 所以當我說因的時候 就 就已經隱含了結果的存在 那這些都是 都是 一個體 一套話語體系 一個語言的規則 這沒有為什麼 為什麼已經說因就一定有結果 因為 沒有結果就是無果的因嘛 沒有這種因知道嗎 所以這種 這個因 跟果是成對的 這個成對是一個語言的規則 另外沒有別的 理解嗎 我們是用一個話語體系 去建構這個世界 但為什麼允許呢 因為這個世界就是空極的 假名本身是空極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話 知道嗎 我們可以建構這個世界是因為 他沒有本質 如果有本質的話 那還用著著我們施設嗎 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 龍樹的世界是一個自由的世界 不受自然 我不能說不受自然 因為 世界有規則 知道嗎 這規則是被限定的 被什麼 被語言限定 我們用他來認識世界 用他來交流 社會這種 說法是 把那個 跟的一個 跟事 一個 引火關係 但是 從那個 恩言經裡面 寫出真心 他講那個是 那個心跟事 是不在跟 不在內 不在外 不在中間 對啊 所以 他的那個 事的那個解釋 跟簡事 這種解釋 是有點不在 不是 我在講他的緣起 我在講 他是相代的假名 你這個方法叫做隨順勝意的考察 是考察不告根 的自信 我當然可以這樣考察 但是我現在是在解釋 我們怎麼 我們 中間學派怎麼認識他是緣起的 這是不同的說 不同的說法 他是 怎麼緣起的 他是 相代的緣起 我說他是代他的 這個在解釋他的 原因 就是他怎麼來的 是怎麼被施設出來的 那麼跟 這個叫世俗地 那麼跟這個勝意地 我要得到這個勝意地就是他是空極 就是找不到 這個方法叫做隨順勝意的考察 兩個不同的方法 兩個不同的方法 一個這個是得到勝意地 這個惡地不能混淆 我用空的方法會得到勝意 會得到他不可得 這個叫勝意 然後說明他怎麼來的呢 根是 能生事的叫根 這個解釋 這個是 是 緣起的 我們 我們就在解釋根是一個緣起的失色 是這麼解釋 是根據條件來的 那 他的規則是 語言限定 那 為什麼我們能夠接受這樣的世界呢 是因為 他找不到 他在勝意上找不到 對不對 所以我才需要我們施設啊 這個就是惡地啊 現象本身是信空的 也因為信空才能夠接受這樣的現象 是一個 施設的 施設的現象 不是有本質性的 所以 惡地呢 在中觀 學派來說是交融的 不是分裂的世界 一個真實的跟一個虛假的世界 那麼 我們在那個 不空假明跟空假明 都建立一個 離開我們現象的真實世界 他介紹 要介紹一個 表面線 他會認為假明 是個表面 假明是一個 表面的現象 盛意是什麼呢 盛意是在 深層 他們 他們 他們都在表面現象之外建立一個深層的結構 是世界真實的本質 所以他叫所有的學派就是這樣子 那只有信空是兩者是交融的沒有沒有所謂的深層結構 有的就是現象 現象本身就是空極的 這樣理解 這樣理解嗎 所以他的惡地是什麼呢 相極不理的 廟有說是把這兩個世界 講成是互融互騙的 或者是怎麼樣 對 這不一樣 那我們 下一周 我們 這一瓶 這一瓶就結束 我們下一瓶 下一周就復習一下 接下來講這個 有無 有無瓶也是很重要 好我們合展回向 願以此功德 補給於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太離譜了 凌晨